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0 在应许与遗忘之间勇者的疑似加自过往的启示加疆行之路 游戏时间,然后往后播两天 不到两天之后 接着你 它会触发一段对话 然后你会自动记到这个任务 在应许与遗忘之间 然后你来到这个任务提示的地点 这边的话,传过来 好,罗里之后呢,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过来 接着来这边把怪来清一下 好,这边对话之后呢 这一阶段任务就做完了 接着接到下一阶段任务 自过往的启示 然后这边点追踪 这里的话,你自己跑过去一下 我们从这边传过来 好,这边点任务就终了 小地图左上角 跟着任务指引走 然后朝着小地图上方 这边过来 这边过来 过来之后呢 小地图右上角 前往一记入口 来这边,清怪了 好,解决掉之后呢 我们来这边放置一下护符 这里的话,这个任务的话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完啊 这边的话我们就继续做啊 好,放完之后呢 左边这边站上来 然后我们下方这个 按下T键啊 按下T键 然后我们操纵一下旁边这个龙 然后站在右边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T键 接着从这边下来 好,继续往前走 右转 这边的话也是一个隐藏锚点啊 开启一下 前面这里有个宝箱啊 然后我们从前下落 朝落下来之后呢 看向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然后随里面走上来 好,过来之后呢 来这边 按F点一下操作啊 T键 按下T键啊 就可以切换到这个龙 然后我们 直走 好,这边直走过来之后呢 前方左转 好,我们按一下这个意见 可以钻地啊 钻地然后往前走 快一点 好,这边过来之后呢 我们鼠标左键 普攻打一下 然后我们再按T键 好,切回我们的人 然后我们人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呢 准备一个火属性的角色啊 然后把这个方碑点燃一下 好,这个方碑 来,点燃一下 好,这边点燃完之后呢 我们来 切换到我们的这个龙 好,旁边有个火生铜 你顺便的话就最好直接拿了啊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按一技能啊 钻地 按一技能钻地 然后往这个人物提射地点走 右边 右边这个位置 从右手边这边 往上爬啊 好,爬上来 然后这边按F操作一下 好,这边操作完了之后呢 我们按T键 切回我们的人啊 切回我们的人 然后我们往前走啊 站在这个台子上面啊 站着不动 然后再按一下T键 然后切回这个啊 切回这个叫什么啊 这个我们小宠物 然后再点一下操作啊 它就使这个台子升上来了 看到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操作完之后呢 我们人就升上来了 看没有 站在对面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走过来 然后两个人都站在这个踏板上面啊 这个门就开了 好,这边断完画之后呢 来继续 小地图下方 这里的话是有个宝箱的 然后我们经过它 我们边先下来 探索此区域 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 边下来 从这个洞进来 进来之后呢 小地图下方 然后这边也是个隐藏锚点 地下的传说锚点 然后开一下 好,然后这边那样的话 前方有个观景点啊 可以看一眼 好,这边 接着我们看向这个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啊 然后过来 人站在这边 人站在这个 黄色的这里 我们站着 然后我们按一下T键 切换到这个龙 然后龙往右边走 好,按一键前地 好,然后龙再来另一车 好,接着这边是龙的视角啊 我们开一技能 然后前地然后往前走啊 斜走 然后左转 这个单行道 好,我们从这边下来之后呢 我们看向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有光圈啊 打一下 打完之后呢 前方这个 这个 鼠标左键 打一下 打完之后呢 从旁边这个 维富燃缩的地方 我可以上来 上来之后呢 这有石头啊 这边是打出来一个宝箱啊 先不管它 然后来到左侧这里 这里的话 会有这个金石 然后我们 鼠标左键 然后旁边 右边有一个 然后左边还有一个 我们用普攻的 然后打一下 好,这边共鸣完之后呢 这个 道路就倒下来了 好,倒下来之后呢 从这边走 顺里面走下来 好,这边的话 我们顺这个洞口走下来 走下来 然后直走 直走前方 这个地方这个位置 不要到水里面 倒水里会淹死的啊 我们来右边 顺里面走上来 好,就是右里 这边上来之后呢 地上也是有这个 可以共鸣的地方 然后我们鼠标左键打一下 好,然后这里是震出来一个宝箱 好,把地上的这些 都打一下啊 打一下之后呢 看上旁边 看上旁边 旁边这里 这边震了一下之后呢 回头 在我们旁边 左边这边第二个 然后再回头 下边 每震一个 会多出来一个 锁标左键 打一下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好,这边全部激活了之后呢 这个 就倒下来了 好的,然后我们 往这边走啊 往这个柱子这边走 刚刚倒的这个地方 我们从前走下来 好,随便走下来之后呢 这里有个平台 我们站在这个平台这里 这一个的话是 任务必拿的一颗火神筒 这个火神筒是必拿的 好吧 好,我们角色 好,然后我们角色的话 就站在这里就行了 然后我们按下 再替剑 回到我们的人 好,这边的话 你触碰到这个光线的话 它这个 下面的这个燃数会上涌啊 然后我们就 尽量把它避开 你看就下面这个 原浆它会上来啊 我们稍微等一下 触碰了之后 它就会上涌 我等它下去 下去之后 就从这边下来 下来之后呢 横边 左边这边有个机关 打开之后 这里有个神童 基本上在脸上 那我们这边先不拿啊 你可以直接拿了 顺路的话就直接拿了 好,这边是有个宝像 好的 接着我们看向这个 东方向地图右边 然后从这边 往这边过来 过来之后呢 贴着 贴着左侧 然后绕过来 好,你这边过来之后呢 不能碰到这个射线啊 不能碰到这个射线 我们找一个 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角色 然后从左侧这边 绕过来 从左侧这边绕过来 不要碰到这个射线啊 从旁边这边绕过来 好,然后下来 Blipp 操作 好,这边门开 然后小泥图下方 南方向 直走 然后 右转 好,这边也是有个机关 来操作 好,接着我们直走啊 直走 然后注意躲避一下这个机关啊 然后从左侧这里 走上去 这边还是 换个子矮一点的角色啊 不然的话 会碰到啊 好 好,然后这边的话需要 使燃速上游啊 我们这边回头 回头 然后碰一下刚才这个光线啊 碰一下 碰一下 碰一下之后赶紧往上跑啊 赶紧跑上来 好的,那这边的话 机关我们这边 可以再点一下操作了 好,然后我们直走 过来 然后站在这个机关这边 然后就这边站上来就行了啊 旁边这个拉杆不要动啊 如果说你碰了的话 你就把它再 动一下 然后使它这个朝下 然后我们切换 切换到我们的这个 叫什么啊 切换到我们的龙啊 切换到我们的龙宝宝 然后过来 好 然后站在这个位置 好,这边站过去之后呢 来 切换到我们的人 切换到我们的人 然后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 从这边走上来 然后人再站在这个光点这里 好,这边段话之后呢 直走 然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好,顺着边走过来 好,站在这边站着 好,站在这边不动之后切换啊 切换了之后呢 我们 把这个龙往下跳一下 好,这边对完话之后呢 直走啊 顺着边楼梯走下来 北方向地图上方 顺着边楼梯走下来 好,这边对完话之后呢 要打怪啊,自己亲压怪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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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我这边触碰一下 打完了之后触碰一下 打完了之后触碰一下 对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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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這邊對完畫之後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然後在我們周圍會有 一二三三個大寶箱 你可以現在拿了 到時候回頭拿 回頭會重新跑一片 接著我們會自動接到一個任務叫做 江行之路 然後你們從裡面出來來到這個 流金之邁右上角 就是地下傳說矛點傳過來 落地之後 小地圖右邊東方向 手雷任務指引過來 好,來和MZ對話 好,對完畫之後呢 這個任務就正式的玩時節了 字幕中火突然有始人 期待兩位 字幕門口 有魔杜